明池巴蜀三千里 胃压江南十二州 香麻道不流口水 那还能叫口水鸡吗 喜欢这道菜 就跟着我来做吧 首先我们最好选用六个月左右大的小公鸡 这样的鸡肉口感是最好的 今天咱们用半只就够了 锅中加冷水 放点葱段和姜片 一勺食盐 再放点山籁 八角 香叶 白芷和花椒 把水烧开后咱们转成小火 把鸡小心地放下去 再倒点料进去 鸡肉大概煮15分钟左右 再关火 焖上去 像这样筷子搓透没有血色就可以了 这里要强调一下 一定要把水烧开后转成小火 把鸡放进去 进煮后焖水 这样鸡肉才够鲜嫩和入味 接下来把鸡快速老虎放到冰水中 浸泡10分钟左右 冰水迅速地降温 会让鸡皮和鸡肉变得脆弹鲜嫩 同时肉质不粘连 下来准备配料 把姜蒜倒成姜蒜泥 小米辣切成碎末 再切一点小葱花和花生碎 最后配个蘸汁 碗里加酱油 盐 白糖 香醋 味精 香油 多放一点足够麻的花椒油 和自己熬制的芝麻红油 煮鸡的原汁水 再放入姜蒜泥和小米辣调匀就好了 然后把鸡从冰水中取出来 蘸干水分 剁成长条放到盘子里 把它调好的料汁浇上去 最后撒上花生脆和小葱花就可以了 这样一道料汁红亮 麻辣鲜香 鸡皮弹脆的口水剂 那口味真的决定 我是南希 以来做饭的男人